大家好 接下来继续来看长期股权投资和算方法的转换 第五种也是最后一种 成本法核算转为公允价值计量 这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一种 例如我们原来持股比例70%达到控制 用的是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核算 现在呢一次性处置了60%的股权 剩下来10%告诉你既没有控制权了 也不具有重担影响 此时呢将其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当然也有可能是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 也就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都有可能啊看题目的表述来就可以了 那此时你有没有想到什么 原来是长期股权投资 现在呢要改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亦或者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显然会计科目是不是变了 这不就是变身吗 朋友们一旦变身的话 是不是就要视同销售换成你变成的那个 首先处置掉的部分是正常的处置 没什么问题 剩下来的这一部分啊 原来是长期股权投资 现在转为比如说交易性金融资产 相当于是把原来的那长期股权投资卖了 给他买成交易性金融资产而已 是不是很简单 好 这一段的表述呢 我就不再给大家重复的去进行说明了 好 那我们就直接看一下对应的账务处理 结合着账务处理来看 首先呢 对于处置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处置的部分 对应的比例是60% 那么你首先你把它处置了会有对应的价款 假如说啊 是取得7500万 再来我们要消掉对应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假如说在原来持股比例70%的时候 对应的是7000万的长期股权投资 假设没有提过减值 现在你处置掉了60%的持股比例 不就是处置掉了七分之六吗 7000万乘以七分之六 那么你处置掉的这一部分 所对应的账面价值 因为没有提过减值 其实就是账面余额 不就是6000万 好 对应的差额 差额是1500万 进入投资收益 就可以了 再来 针对于剩余的股权 剩余股权 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 两者之间的差额 进入当期投资收益 为什么 因为剩余的这10%的持股比例的部分 原来是长期股权投资 对吧 我现在要改为其他的科目去核算 你可以理解为 把长期股权投资卖了 那我如果把长期股权投资卖了 借方会收到钱 你收到的钱就是公允价值 那再来呢 我如果正常把它卖了 我长期股权投资 是不是就得减少 也是账面价值要减少 这里没提过 减值准备 还是直接消掉 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的余额就可以了 那么对应的就是剩下来的1000万 假设此时的公允价值 随便说吧 比如说是这个1200万 那此时是不是差额就是寄入投资收益就可以 注意这个差额寄投资收益 是因为仕同把长期股权投资卖了 你正常把长期股权投资卖了 差额就是投资收益 而你借方是谁 是看题目的表述 题目表述说是谁 就是谁 好 这是这一点需要知道的 再来呢 我们把这个思路再给大家捋一遍 此时是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 然后转为以公允价值计量的 交易性金融资产啊 或者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处置的部分 就按照正常处置的思路来 差额寄的是投资收益 而针对于剩余的股权的部分 因为原来是长期股权投资 现在换一个科目核算 仕同把原来的长期股权投资卖了 那差额还是寄投资收益 只不过你借方得到的不是钱 而是换成了你变成的那个而已 有可能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或者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看一下这道立体 这种情况真的是最简单的一种情况了 假公司持有乙公司 60%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能够对乙公司实施控制 对该股权投资采用成本法核算 原来是成本法 二某21年8月 假公司将该项投资当中80% 注意啊 我们原来持股比例只有60% 哪来的80% 这是60%的80% 那也就是实际上是48%的持股比例 出售给非关联方取得价款9000万元 相关的手续于当日完成 那你在借方就会收到银行存款9000万 对吧 再来我们要销掉 这48%持股比例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 差额记得是投资收益 好我们往下看 说假公司无法再对乙公司实施控制 因为处置之后 剩下来的持股比例只有12% 60%减去48% 剩下来的持股比例12% 连20%都不到 告诉你不仅不再能够控制 而且呢也不能够施加共同控制 或者是重大影响 那此时就肯定不是长期股权投资合算了 将剩余股权投资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也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出售时 该向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9000万 题目当中没有说他提过简直 那就直接是按照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余额 去看就可以了 剩余股权投资的公允价值为2200万 不考虑相关税费等其他因素 好 首先我们要去关注一下 你这长期股权投资 是不是卖出去80% 卖出去80%对应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9000万的80%咯 8972是7200万 所以针对于卖出去的部分 借方是收到的钱 接下来销掉他的账面价值 9000万的80% 7200万 差额记得是投资收益 接下来呢 是剩下来的那12%的持股比例 我们是不是从长期股权投资 改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适同把长期股权投资卖了 换成交易性金融资产 你正常把它卖了 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要消掉 两种算法 你要不然是前面的9000万 减去 卖出去的7200万 剩下来的1800万 是剩下这一部分的账面价值 或者是直接是9000万 乘以没卖出去的20%的部分 剩下来的不就是 这个我们现在要销掉的 也就是1800万 都行 好 再来你正常把它卖了 你借方会得到 它公允价值对应的钱 那么公允价值对应的是2200万 只不过你不是真的给它卖了 你换成了交易性金融资产 所以借方不是银行存款 而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差额记得是投资收益 一定注意是投资收益 因为这是相当于把长期股权投资卖了 那差额应当是投资收益 这种情形是很简单的 另外我想要补充一下 肯定有一些同学担忧 说哇 你看他这个表述 他有没有可能给我们一些表述 让我们看不清楚 这个80%到底说的是60%的80% 还是实际上处置了80%的 带有表述权的股份呢 不会的 初题的老师为了防止有歧义 一般来说会给您说的非常的明白 你比如说我们持股比例是60% 那他有可能直接告诉你说 处置掉三分之一的部分 那么60%到三分之一 是不是就20%的持股比例 或者是直接给一个 比这个持股比例还高的 告诉你处置掉60%到80% 那你也没有80%的股份啊 所以这个时候您是不会混淆的 放心 初题的时候一般不会出那种有歧义的情况 好 到这里 关于长期股权投资和算方法转换的部分 我就给大家全部说完了 在这里的最后 我把前面给大家讲到的这所有的情形 包括具体的情形以及呢 基本的思路 还有在前面给大家逐一总结的小心点 都给大家总结在这了 但我真的不能给您再说一遍了啊 要不然的话我这个课时拖的太长了 大家可以快速的浏览一下这个表格 看看自己掌握的怎么样 因为这一小节结束之后 后头还会有一个快速的总结 我不能一讲里头再总结两遍啊 这一块大家根据需要作为一个重要的总结内容 仔细的看一下就行了 它可以帮助您阶段性的去回顾前面 长期股权投资转换的内容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 处置长期股权投资时 应当相应的截转与所受长期股权投资 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变价值 为什么要强调对应的 因为比如说咱持股比例80% 那我有可能全卖了 我有可能只卖一部分 所以你得看清楚题目的表述 针对于卖的那一部分 那一定是出售所得的价款 与处置的这一部分的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进哪 记投资收益啊 应当确认处置损益 其实记的就是投资收益 那这个处理你还陌生吗 虽然咱一直没有学到这 但是前面讲转换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讲了好多回了 对吧 您应当已经很熟悉了 甚至当中最复杂的内容 我也给大家讲了 这两段内容 我不给大家逐一念了啊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个图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内容 我在前面至少至少说了三回 就是涉及到长期股权投资 处置的时候 那么我们有可能原来是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核算 那那个时候是不是就有可能 对应的确认过其他综合收益 以及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在处置的时候 他们就会涉及到一个截转的问题 但如果原来是长期股权投资 成本法核算 那我们处置的时候就不会有 之前对应确认的什么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的问题 对吧 好咱们现在这两段里头重点说的 就是你在权益法核算的时候 之前确认了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以及其他综合收益的时候 现在你处置长期股权投资 怎么办 好这个总结我说好几遍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如果它是部分处置 你比如说我们原来持股比例40% 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 用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 好现在告诉你说呢 我们处置掉了一半的持股比例 剩下来20%的持股比例 仍然具有重大影响 还是权益法 你只要剩余的股权 仍然还是权益法核算 那你原来在权益法下 确认的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以及其他综合收益 那就可以按照比例去转 为什么呀 你要知道啊 咱在这里说的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以及其他综合收益 都是基于权益法 确认的 那你如果剩下来的持股 还是权益法核算 它仍然有它存在的依据 那就直接按照比例 往外转就行 你比如说现在处置了一半的股权 那对应的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和其他综合收益 也往外转出一半就可以 但是如果说现在是全部处置了 我原来持股比例40% 我一下全处置一点不剩 一或者是我原来持股比例40% 我现在处置掉三分之三 处置掉30%的持股的份额 然后呢 剩下来10%的持股比例 告诉你不再就有重大影响了 我们改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激入当期损益 或者是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说白了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或者是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个时候不再是长期股权投资 权益法核算了 那您原来权益法下 确认的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和其他综合收益 是不是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它们本来存在就是基于权益法 现在不是权益法了 或者是你这个股权全部处置了 那就啥都没有了 那此时肯定是要全部结赚 尤其是之后剩余的股权 不再按照权益法核算的时候 也要全部结赚 这个点是很容易考到的 好 此处这个内容讲了好几遍了 接下来我们来说 转到哪去 如果说是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没什么可说的 肯定转到投资收益 没有别的选项 但如果是其他综合收益 我们就得看 被投资单位是怎么处理的 对吧 被投资单位 当时其他综合收益变了 咱才会跟着去确认其他综合收益 题目当中会告诉你的 如果被投资单位 他之前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 以后会转到投资收益 那咱也转投资收益 如果他转流存收益 也就盈于攻击和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咱也转流存收益 好 这里是又给大家完整的强调了一遍 这个内容 我后边还会说一遍 不要急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处置的账务处理 如果我们处置的是成本法核算的 长期股权投资 因为成本法核算的时候 并没有必须要去记得明细 所以处置的时候就很简单 借方是收到的钱 然后消掉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你要看之前有没有提过简直准备 实话说经常没提 他如果没说 没说就是没提 他要提了一定会单独强调 好 这是消掉他的账面价值 差额呢 记的是投资收益 结束 如果说出售的是权益法核算的 长期股权投资 首先呢 也是把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消掉 借方是收到了钱 账面价值和这个收到的钱之间的差额 也是记投资收益 思路呢 跟出售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一样 只不过细节上注意一下 权益法核算的时候 是不是有四个明细啊 四个明细当中的余额要反向转出 原来在借方的从贷方转 原来在贷方的从借方转 好 这是第一步的处理 思路基本上是一样的 再来就是我们刚才强调的 下一步的处理了 如果原来在权益法下 确认了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以及其他综合收益 注意现在是反向转出 但关键是转出多少呢 是不是还是咱们在前头说的 如果说现在只是处置一部分的股权 那处置完了 剩下来的还是权益法核算 只要剩下来的还是权益法核算 那我们就按照比例去转他们 比如说处置了一半 或处置了三分之一 那他们也转一半 或者是三分之一就可以了 但如果处置一部分之后 剩下来的股权 不再采用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了 改为以公允价值计量的 比如说交易性金融资产 或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这个时候 是不是你原来权益法下 确认的资本公积 以及其他综合收益 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要全部转 要全部转 即使还有剩余的股权 也得全部转 那如果说全部处置了 更不用说了 一点都不剩也得全部转 好 这个部分要注意 一定是反向转 那么原来在借方从贷方转 原来在贷方从借方转 再来就是转到哪 再说一遍 资本公积肯定转到投资收益 而其他综合收益 要根据被投资单位是怎么处理的 被投资单位 之前的那个其他综合收益 转投资收益 或者他说 可以重分类进损益 指的都是转投资收益 咱也转投资收益 如果被投资单位 原来的那个其他综合收益 要转 留存收益 那咱也是转留存收益 就可以了 好 这个地方 是不是连续的 又说了两遍 加上前面至少说了三遍 我最起码说了五遍了 这个内容真的很容易考 大家要记得 看一下这道例题 假公司持有 以公司40%的股权 并采用权益法核算 二某21年7月1日 假公司将以公司20%的股权 出售给非关联的第三方 对剩余20%的股权 仍然采用权益法去进行核算 你看这时候 你就不用担心说 这20% 是40%的20% 还是实际20%的股权呢 人家在这里 如果考试设计的话 他会给你对应的表述 他告诉你了 剩下来的还是20% 那这不就是处置了一半吗 不会让你 不知道怎么去算的啊 放心好了 好 因为剩下来的部分 仍然是权益法核算 那你之前确认的 什么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以及其他综合收益 是不是按照比例转 就可以了 看一下 假公司取得 已公司的股权 至二某21年7月1日期间 确认的相关其他综合收益 为800万元 其他综合收益 告诉你了 好 又告诉你说 为按照比例享有的 已公司其他债权投资的公允价值变动 这里链接到了第七章的内容 回忆一下 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是进入其他综合收益 但是最终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会去哪 会去投资收益 因为当把其他债权投资处置的时候 比如说出售的时候 其累计公允价值变动 进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部分 会反向转到投资收益 这就是在告诉你 这个投资收益最终会转到投资收益 我们要想明白 继续 享有已公司除净损益 其他综合收益和利润分配以外的 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为200万元 那咱对应的就会确认一个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那么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肯定是转到投资收益 没什么可说的 好 现在是不是其实是处置了一半的股权 对吧 这能想明白吧 因为你处置掉了20% 原来一共有40% 那不就是50%吗 处置掉了一半 好 对应的他们俩也会转一半 现在都是转到投资收益里 不考虑相关税费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看一下处理 由于假公司处置后的剩余股权 仍然采用权益法核算 因此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和其他所有者权益 按照比例转就可以了 那么前面处置这一块的处理啊 就不在这里给大家去讲了 那么很简单呀 就是借方收到的钱 然后消掉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差额即投资收益 因为这个立体里没有给具体的数据 咱这里没有办法去体现 这个立体放在这 就是让大家去演练其他综合收益和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的截转的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就直接看这里就可以了 他们各自转一半 原来800万的一半是400万 200万的一半是100万 原来呢 余额都是在贷方 因为他并没有告诉你余额在借方啊 一般默认的就是在贷方 就是他表示增加的那一方 好 接下来反向从借方出来 他们俩都是转到投资收益里 基于这一道题的表述看清楚 其他综合收益要转到投资收益当中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再来改一下 假设二某二一年7月1日 假公司将以公司35%的股权 出售给非关联的第三方 剩余5%的股权作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去进行核算 现在你剩下来5%的股权太少了 直接告诉你是作为交易型金融资产去进行确认 对吧 好 由于假公司处置后的剩余股权 按照本书金融工具章节的相关内容去进行会计处理 那显然不再是长期股权投资权依法合算了 所以此时不是按照比例转 而是全额转 你原来其他综合收益800万 资本攻击其他资本攻击200万 现在是全额转到投资收益当中 而不是按照比例转了 这一点大家要关注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道判断题 企业因为处置部分子公司的股权 将剩余的股权投资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时候 那么此时这不是就是从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 然后呢转为了什么 转为了交易性金融资产 因为是且其变动进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好 应当在丧失控制权日将剩余股权 你比如说剩余10%的股权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记在哪 应当记在投资收益里头呀 因为核算的会计科目变了 是不是理解为变身 变身的话是视同销售 换成你变的那个 那我正常如果把它给卖了的话 差额不就是记投资收益吗 这个部分注意一下 虽然这是前面长期股权投资转换的内容啊 但实际上是不是也涉及到处置的思路 好 因为我们刚才在前头看了 你如果处置的话 处置的时候 你收到了钱 这其实就是它的公允价 与账面价之间的差额应当记的是投资收益 是这样的情况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道单选题 2017年5月10日 假公司将其持有的一项 以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全部出售 取得价款1200万 这是你卖得的钱 当日办妥相关手续 出售时 该项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1100万 其中投资成本700万 随意调整300万 可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为100万 注意直接说了是可重分类进损益 因为其他综合收益的去向 只有投资收益 亦或者是留存收益 他说可以重分类进损益 那哪一个是影响损益的呀 当然是投资收益 留存收益是直接影响所有者权益 所以这里说的是 他以后会转到投资收益当中 不考虑增值税等相关税费 及其他因素 假公司处置该项股权投资 应当确认的投资收益为 首先是我们把它卖了之后得到的钱1200万 减去他账面价值的部分 这个差额肯定会寄到投资收益 没问题吧 但到这里还没完 为什么呀 因为之前在权益法下 确认的其他综合收益 以及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当然这里没有啊 现在因为全部出售 是不是也要对应的全部转 转出来 而现在说的这个仅有的其他综合收益 应当重分类进投资收益 所以也会寄到投资收益当中 那这里还会转过来100万 一共是200万 有一些学员会落掉这一部分 当然啊 我这里是建立在你对于前面账务处理 把握的很好的情况下 咱可以直接算数 你要说我把握的没那么好 那咱谨慎一点 把账务处理列出来 你会看到 首先 你收到的钱 也就是公允价 与账面价之间的差额 寄入投资收益100万 另外呢 就是其他综合收益 转到投资收益里头100万 是吧 投资收益在代方 一共是200万 好 所以这里选择的是C选项 大家看情况 如果你不能够像我这样 就是对于知识掌握的 比较熟的情况下 咱可以在验槽纸上 快速的去写账务处理 你不要觉得说 我写账务处理太浪费时间了 不会的 因为你要是真在考场上去写 你肯定不会把每一个字都写上 你大概写个一两个字 就跟我平时给大家写的似的 你知道它是 对应的是哪个科目就可以了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快的 而且还可以帮助大家 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好 接下来 看一下这种特殊的情况 这种特殊情况啊 相对考的要少一些 尽量的了解一下 防止它万一出题 因为本身也不难 企业通过多次交易 分布处置 对子公司的投资 直至丧失控制权 注意这里强调的是丧失控制权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原来持股比例80%达到控制 我现在不是一步丧失控制权 而是分多步 比如说我第一次我先去处置20%的持股比例 那我剩余的60%的持股比例 仍然能够对被投资单位进行控制 还是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法核算 然后呢 我再处置20%的持股比例 这个时候我的持股比例剩余的部分是40% 告诉你丧失控制权 只要丧失控制权就可以了 那这时候是不是就不再是我的子公司了 对吧 好这个时候是分了两步 分了两步 注意如果上述交易属于一览的交易 一览的交易在前面给大家界定过 你比如说这两步 彼此是不是都要去考虑彼此的存在呀 你要单独看某一步是不经济呀等等 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了 如果属于一览的交易 题目当中是会单独说明的 如果它是一览子交易的话 应当将各项交易作为一项处理 也就是说我这里虽然分了两步 但实际上应当作为一项处置 子公司股权投资 并丧失控制权的交易去进行会计处理 如果说不是一览的交易 那我们就按照前头的处理啊 正常的一点一点的去做相应的处理就行了 就是按照这种去进行处理 因为它说是子公司 主要对应的就是这一种 好 但如果它特地强调的是一览的交易的话 我们就要给它作为一项去处理 那作为一项处理 主要的差别在哪呢 差别在于你看 我们毕竟是分了两步 那我第一步处置着20%的时候 我会有收到的钱 这方是银行存款 大一方呢 会消掉它的账面价值 对吧 差额不能计投资收益 为什么呀 因为应当按照一项去算 那我得整个丧失控制权的时候 我再去确认投资收益 所以在丧失控制权之前 相应的你处置时候取得的价款 与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应当先寄到其他综合收益里头 等到丧失控制权的时候 我再全部确认到投资收益里 是这样的情形 好 这一段的表述呢 我就不给大家逐一念了啊 我强调一下要点 这是分布交易 致丧失控制权 而且是个别财务报表 并且是一揽子交易的情形啊 我这个小心点 是在一揽子交易下面讲的 丧失控制权之前的差额 记得是其他综合收益 丧失控制权的时候 是把这些差额全部转到投资收益里 看一下账户处理 实际上啊 它可以分好多步 比如说三步四步五步 但首先这个地方基本没考过 如果从考试的角度上 它只需要知道 你知道怎么做处理就行 所以如果如果要是考 一般就是两步 所以咱就掌握两步就行了 三步四步都一样 但一般它没有必要让你重复的去做处理 一般咱考就是两步 好 所以就是丧失控制权之前 你出售股权的 比如说我一开始出售这20%的股权 我取得的价款是1000万 假如说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是800万 假设没提过减值 那这个时候我还没有丧失控制权 差额先计其他综合收益 然后第二步 我又处置了20%的股权 这个时候才丧失控制权 那么此时呢 看一下 比如说我处置的时候 对应取得的价款是1100万 对应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这是处置的20%的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还是800万 那这个时候的差额可以直接记录投资收益 没完 你前面是不是有一步处置 之前差额记在其他综合收益里 现在也要反向转出来 转到投资收益当中 所以累计确认的投资收益一共是500万 但是丧失控制权之前 你得记其他综合收益 不能记投资收益 等到丧失控制权了 才会全部记到投资收益里 这是一览的交易 如果咱要是考试考到一览的交易 大概率他会把一览的交易几个字放在这 而这种情形考到的概率较少 知道一下就行 他只要没说是一览的交易 那就不按一览的交易来 就按咱们前面正常处置去做处理就可以了 说白了就是没处置一部分 就会直接去确认投资收益 但如果是一览的交易 你丧失控制权之前就得是其他综合收益 至此 整个第二小节的内容 都给大家说完了 漫长的第二小节 对吧 我们在这里呢 一起来复习一下当中的要点 我给大家把核心的账务处理 以及重要的一些思路 都给大家总结好了 但是因为内容实在太多 所以咱在这里总结的时候 你会发现字比较小 甚至有个别的啊 还抄出了底下的边框 希望大家见谅 因为实在没有办法啊 字太多了 好我们看一下 首先是成本法 成本法这很简单 你除非涉及到我们去增加或者是减少投资 会去涉及到长期股权投资的变化 你要不然的话 一般长期股权投资没有什么变化 好 再来就是被投资单位宣告发放现金鼓励的时候 咱借应收鼓励 代投资收益 注意 如果宣告发放的是股票鼓励 我们就不用做处理了 接下来收到鼓励的时候 借银行存款 代应收鼓励 很简单 具体简值啊 咱们成本法以及权益法 涉及到提简值的时候都一样 题目当中通常会直接告诉你 比如说发生减值20万 借资产减值损失 代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就可以了 链接到第六章当中学的内容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股权投资 采用成本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具体的减值都是一经具体不得转回的 接下来是权益法 权益法一共有四个明细 每一个明细我们需要去抓的关键的点不同 那么首先投资成本 投资成本因为链接着前面这个转换的内容啊 也已经复习了很多 我就快速说一下 这里是不是会涉及到一个笔大小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初始投资成本 与取得投资识点 被投资单位可变工份额之间去进行比较 最终是按照高的那个数去确认长期股权投资 杠投资成本 只不过如果我们的初始投资成本比可变工份额高 这是花大钱买了个小货 我就不用调了 对吧 但如果说是初始投资成本比可变工份额小 这是花小钱买了个大货 那不赚了吗 赚了的部分你得调 首先会使长期股权投资杠投资成本往上增加这个差额 对吧 比原来的初始投资成本往上增加这个差额 再来另外一方确认的是营业外收入 接下来是第二个明细损益调整 虐你千百遍的损益调整 相当的磨人 好 那么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当中的要点 在这里头呢 首先看需要对净利润调整的情形 因为如果被投资单位实现净利润 假如说是一千万 如果不需要调整的话 咱直接成立咱们持有的份额 然后借长期股权投资 损益调整 带投资收益就完了 但是一般初提老师不会这么好心 很可能需要调整 那如果调整的话 是不是就是两大类 一类是投资时点存在评估增值或评估减值 另外一类就是持有股权期间 咱们有内部交易损益 对吧 好 我们逐一的来看一下 这里是复习 我肯定不会说那么细 你快速的跟着我反映一下 如果是投资时点存在评估增值或评估减值 根据以往终极考试的思路 我只能说以往啊 你要说万一万一它会变了 咱不敢说 但是以往的考试经验呢 一般都是有资产评估增值 如果说是资产评估减值 就往下反过来吧 也不麻烦 好 我们看一下 这里又要去区分 说它是存货啊 还是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 如果是存货有评估增值的部分 那你想存货 它会怎么样去影响损益呢 只有卖了 截转为营业成本的时候 才会影响损益 所以之后会怎样去调整 被投资单位的账面净利润 是用被投资单位的账面净利润 去减 减谁 减评估增值的部分 是你投资到十点 存货评估增值的那一部分 也就公允价减去账面价 然后呢 去乘以出售的比例 因为仅出售的部分 才会影响利润 对吧 当然如果是评估减值 你拿这个试子算出来的 那这里就直接变成了加 所以即使是评估减值 也没什么可怕的 好 但如果说投资十点 评估增值 或者是评估减值的是固定资产 或无形资产 你得想好了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是资产 之后怎么会影响利润呢 是提折旧 或者是贪销的时候 你不用在这较真说 哎 万一他要是提的折旧 贪销不影响利润呢 咱在这里考到的 全都影响利润 所以不用纠结 再来 就是涉及到 固定资产 或无形资产 提折旧或者贪销 都是年限平均法 或者说是 你这个直线法 因为是一样的 对吧 再来 残值肯定是零 都是按照这样的标准 去考的 一定不会考其他的情形 那此时咱就直接用评估增值 去除以上和使用年限 如果是按照整年来的 那这就是我们当期 要去调检的部分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 您要是说 我们想要把 复杂的这种情形 也记住 也没问题 那就是咱们的标准认为它应当提折旧的部分 是投资试点 资产的供允价值 除以我们投资它的时候 这项资产的上和首年限 这是我们认为它应当提的 折旧 减去 被投资单位 它提的折旧的金额 就是被投资单位 原来确认的资产的原值 再去除以资产的首年限 但是 因为题目当中有可能数据没这么全 所以建议大家尽量记这个简单的 而且不论它数据全不全都能做出来的这种形式 好 接下来还有持有期间的内部交易损益 那持有期间的内部交易 其实就是 被投资单位把东西卖给咱 或者是咱卖给被投资单位 对吧 在长期股权投资这儿 顺流交易和逆流交易的处理是一样的 是不用分的 好 我们要看形成的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把东西卖给被投资方 那么被投资方是把它作为存货去处理呢 还是作为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处理 一般来说就是固定资产啊 或者是存货 好 如果说形成的是存货 你得注意 针对于当期未实现的内部交易 其实是内部交易利润 因为我们在前头强调过 如果是内部交易损失 而且是因为资产减值的原因导致的 那不用做处理啊 好 那实际上就是内部交易利润 好 一定得是未实现的部分 要去调检当期的账面净利润 那哪一部分是未实现的呢 对于存货到当年的12月31号 没卖出去的部分 对应的就是未实现的部分 那对于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来说 是没提折旧的部分 注意啊 是你们内部交易利润 按照没提折旧的比例 的部分去进行调检 因为如果是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 它实现的方式就是对应的提折旧 或者是提摊销 这意味着它的价值已经实现了 为企业带来了相应的经济利益 好 所以在这里头注意一下区别 好 另外你看上下在这里 尤其是对于存货者 千万别弄错了 如果是投资10点的评估增值 或评估减值 是针对于出售存货的部分去调检 而对于内部交易损益的部分 是针对于未出售的部分去调检啊 这个部分很容易混 大家关注一下 好 当然针对于这个未实现的内部交易损益 你在当期给它调检了 那以后期间实现的话 要给它加回来 好 到这里 给您复习到这儿 已经相对来说是很详细了 还有问题 就回到前面的课程当中再看一下 好 再来就是被投资单位 宣告发放现金股利或利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在权益法下 此时是长期股权投资 但损益调整减少 减少的原因我们在前头说了吧 因为被投资单位实现净利润的时候 我们当时已经确认过投资收益了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 当然是用调整后的净利润 乘以我们持有的份额 代方确认过投资收益了 相当于是已经把人家的利润 属于咱的部分圈到了咱的鱼塘里 现在人家要来给咱们发利润的时候 相当于是从咱们的鱼塘里头 因为我们已经圈起来了 现在呢 要给我们捞一部分鱼出来 那咱鱼塘里头的鱼就少了 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要减少 这一步处理很重要 因为它跟长期股权投资成本反合算的时候的处理 是不一样的 要对比去看 好 再来如果有超额亏损的时候 注意一下这个顺序 首先呢 充减的是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是它的四个明细盒 注意四个明细盒应当是借佳代减的 如果提过减值准备还要扣掉 好 再来 如果账面价值充减值零了 那么我们就看看 有没有其他构成这种长期投资的这种长期应收款 如果有的话也可以把它一直剪辑之流 再来就是关注一下我们有没有对被投资单位有额外的承诺 说我们会为它去承担额外的损失 如果有的话就会去确认预计负债 这两项都是没说的话就是没有 再来剩下来的部分是被查账登记 好 之后如果说被投资单位又实现相当的收益的话 应当是反向啊 注意一下 好 接下来 其他综合收益以及其他权益变动 就是被投资单位 如果说其他综合收益或者是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增加 咱就跟着增 如果说它减 咱就跟着减就行了 别忘了成为我们持有的份额 接下来是长期股权投资 合算方法的转换 这一部分总结呢 我把几种情形都给大家并在一起了 我在这儿啊 也不给大家逐一去进行说明了 您一定要注意 如果说合算的科目变了 那是不是就会涉及到变身 变身的话 就会有视同把谁给卖了 然后换成什么的情形 这个情况要知道 再来就注意一下 分多步达到合并的情形 有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有非同意控制下的企业合并 这两类情况 需要大家稍微仔细的关注一下 但是我在这儿也不给大家主意去念了 再来就是 我们上一讲当中给大家讲到的 长期股权投资 从成本法到权益法 因为这是唯一需要追溯调整的 追溯调整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如果我们站在当期 调以前期间的损益 比如说在这里会涉及到 营业外收入啊 或者是投资收益 你站在当期调以前期的 说白了就是以前年的 你得改成留存收益 那如果说是当期的 当期的话 我们就正常确认这个损益类的科目 就可以了 这是这个地方 大家容易有问题的 好 说到这儿就可以了 因为我已经给大家说了好多遍了 我再说的话 讲真说的我都要吐了啊 希望您结合着这一部分 觉得哪里有问题 再回到前面去看一下 接下来是长期股权投资的处置 处置的话 我们重点把握这种非一揽子的情况 就是咱们正常处置的情况 如果是出售成本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没什么说的 借方是收到了钱 然后消掉账面价值 差额是投资收益 如果出售的是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 也是借方是收到的权 消掉账面价值 差额是投资收益 只不过注意一下此时的明细 一定是反向转出 再来就是千万别忘了权益法核算的时候 我们要把之前权益法确认的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以及其他综合收益 有对应的转出 有可能是按比例转 或者是全部转 怎么转来着 如果说你全部处置了 或者是处置之后剩下来的股权 已经不再采用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 这个时候 他们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 就要全部往外转 但如果说你处置了一部分 剩余的股权 还是长期股权投资权益法核算 那这个时候 他们就按照比例转就行了 你处置多少 他们就转多少 好 再来是转到哪 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一定转到投资收益 而其他综合收益 你要看被投资单位转到哪 应当是转到投资收益 或者是留存收益 我这里加了一个等啊 别忘了 看清楚题目的表述 就可以了 千万千万 别把这一步给落了 那这个感觉就像 你有没有看过周星驰的 那个国产007的那部电影 里头有一个黄金的配角 是达文西吗 这个主角 过去管他叫这个 你好文西 然后这个达文西说 我希望你叫我的全名达文西 然后主角说 好的文西 不论说什么 他都是好的文西 人家就只想让你 叫他的全名达文西 你为什么就要 给人家插一个字呢 我们现在考试的时候也是啊 人家如果考到 咱们这个账户处理 势必是要考你最后资本攻击 以及其他综合收益的截转的 咱能不能不把他给漏了 人家想让咱叫他达文西 咱能不能不把信给落了 一定要把这一步给他加上 千万千万别漏掉了 好到这里 长期股权投资 第二节的内容 也给大家说完了 接下来还剩下一节 合影安排的内容 虽然是新增的 但主要是一些理论的内容啊 相对来说就没有什么难度了 那么我们在下一讲当中 愉快的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树